而至於你說另一邊商來說 就是快手 怕不怕騰訊那些 整頓個別短視頻業務的因素 當然你說假設騰訊是發大來搞 那同意的 你說整個行業競爭是越來越多的 但是目前如果看回騰訊相關短視頻的營運的數字上看的話 無論是互約用戶 所有東西來講 其實跟快手是差一大截的 所以我想即時的風險 其實又不是真的來得這麼劇烈的 即未必擔心到令它單日跌成700%這麼誇張 所以這些我想其實都是反映到一點 就是股值是屬於比較貴 所以出來之下 大家會放得比較負面一點 而二來我想就是同意一點 就是反而有一點擔心就是節節跳動的上市 雖然暫時就未完全確認是在香港還是在哪裡上 但是假設如果真的近期傳來香港上的 其實這個會影響著快手在香港那個短視頻 即港幣裏面 短視頻的股份的稀缺性 因為你講的BillyBilly其實不是完全短視頻的 如果只講短視頻的話 其實本身只有快手 如果你說連節節跳動都來的時間 這裏會影響著它的稀缺獨特的地方 而本身節節跳動特別抖音 都跟快手是一個直接競爭者 第一、第二的一個佔備 有南斗音、北快手 沒錯 是的 所以假設你真的來香港想的 我想在一些機構資金 一些基金的資金 可能在配置上說 如果真的選一些短視頻股去買的話 會不會是反過來 會寧願選擇節節跳動呢 這個可能有一點影響著快手 那個資金配置的問題 我會不會隨便 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